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三级警戒后 寿林乡公所是全国第一个宣布封锡管制的乡镇市 加上在双北桃源市上班的族人 也陆续回到自己的部落 为了做好事前的防疫措施 寿林乡长王玫瑰和公所团队规划 在寿林乡境内部落35个出入口设置检测站 两侧体温和实联制共同守护家园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准三级防疫之后 寿林乡长王玫瑰率全国宣布防疫期间 封闭寿林乡油气景点翡翠谷 清水溪 沙巴党溪 山山溪以及虫的海岸 并且加强人力在各个景点出入口 做劝导以及寻查的工作 不过近日来疫情相当的远近 王玫瑰也发现在外地工作的主人们都回到部落 恶兰成为最大的疫情破口 为了做好万全的准备 同时也和公所团队严离 也下乡和隔村村长进行沟通规划 再向近日山所处入口增设检测站 来杜绝病毒侵入部落 从我们开始准三级开设的疫情发生之后 准三级开设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各个部落 我们的游戏区就开始禁止进入了 那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就包括我们的一三五故宫还有我们光华园都在部落流动性的这样做一些宣导 那近况我想太多的原乡我们的族人回乡 还有就是外面来的一些他们的朋友亲戚 都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整个进出入 我想最近已经有开始在进行就是各村的那个入口也要做这样的一个管制 那主要一开始 因为我们旭林乡跟其他万荣卓西的那个地形都不太相同 他们大部分都是只有一个出入口 那旭林乡有非常多的一个部落里面都有非常多的出入口 那以我们整个分析下来我们需要的人力非常多 我们需要的人力非常多 那如果我们大概已经规划出来有大概会设35个检测站 我们那个不叫检疫站 那我们讲检测站 我们的检测站大概会设置35个地方 这是我们已经初步定下来的 那实际上我们还是会再做一个实际的一个确实会堪跟部落的一些共识 达到之后就马上就要成立我们的检测站 我们就表示新冠状肺炎的病毒是无孔不入的 我有做好事情的万全准备以及规划 公所也会别人预算按照各村人力来家里协助村长 在35处进行检测出入口部落所有的人 公所结合小镇内派出所加强巡逅各管制具体的人流通况 这次防疫措施配合换新政府 并整合新城分局检案分局 下面代表会以及村林长 共同建制修营箱整体的防疫组织建制 期盼乡亲能够遵守各项防疫措施的规定 落实居住环境的清洁消毒工作 并且谨记七个守折 出门戴口罩 请洗手 不参加聚会 多运动强身 多喝水 避外师 回家先洗澡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才是明智的选择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